种草了好久了已经 来几个这个鲜花系列的 这个包装的你看看 这个颜色这个也特好看 是云腿系列 你看这个包装设计啊 就感觉很古早的样子 好像是那种老字号的 着重尝一下的 就是这两个味道啊 茉莉奶辛还有云腿松豆月饼 其实这个 每年好像都被好多人种草 这个月饼 是这样的 上面还扣了一层 它不像有一些的那个月饼 它就是单层包装 这个很黑一小盒子 看起来不错啊 这个小花上面 像这个茉莉奶辛的 是这样的 妈呀 这个味道真的很清新 哎呀 头一次吃这个味道的月饼 哎呀 它里面很润 很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 这个云腿松露月饼 咱现在来尝一下这个味 这个就是云腿松露的 咱来尝成啥味 又这样的 真正成长的云腿 咱尝尝这个云腿松露味 月饼是啥味啊 哦 哎 有一点点菌子味 但是不大味道 还想 嗯嗯嗯 毫不夸张 这个这个味真的是太香了 一个字 绝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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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